大家好,今天和大家聊一下武则天 她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不过她能够流传下来的文物却几乎没有 36年前,一个河南的农民捡到了一件文物 这件文物有人开价10万 她上交政府,得到了1500元 而这件文物震惊了世界 武则天虽然从一个无品财人做到皇帝 但是中间却做过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 所以在他的灵墓前 他才会立一个无自卑 那么武则天的内心到底有没有后悔呢 1982年,河南登峰县的一个药笼名叫屈熙怀 有一天,他在山上采药 结果发现了一个金属片 但是他并没有在意 随手就把他丢进了自己的筐子里 回去之后,他把金属片洗干净 结果发现上面有很多的字 但是自己又不认识字 不过他捡到宝贝的事情却在全村传开了 没过多久,有一个人来拜访他 开始的时候,这个人出1000元 但是屈熙怀没有答应 后来出价10万 大家要知道,在1982年的时候 10万可以说是一笔巨款 不过屈熙怀没有当场答应 当天晚上,屈熙怀做了噩梦 他梦见四处都是血气斑斑的 于是他决定不卖了 并且把这个东西上交给政府 经过专家的鉴定 这件文物可不简单 可以说是国宝 根据专家的介绍 这是公元700年 武则天在松山上投地的除罪金简 根据历史的记录 武则天总共投下了三块 而屈熙怀捡到的是其中的一片 根据这个金属片上的记录 上面写明了 武则天投这个金属片的真实想法 上面有某个字非常重要 这五个字就是除五兆罪名 由此可见 当时的武则天内心是充满了自责的 所以才会说这句话 讲到这里 虽然屈熙怀没有得到10万 但是政府奖励了他1500元和一面锦旗 而他靠这笔钱盖了一栋新房子 也算是上天给他的礼物吧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